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形 那他们就同意一个人来回答 当然第一个问题 为何隐匿疫情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台湾的成功 对造起中国的隐匿 那台湾被全世界夸奖 中国现在是有10%要急喊卡 你认为他怎么对内来交代 他怎么样做他的大外宣 其实刚刚定义委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 他把伤势当成喜事来办 为什么这样说 明明是祸起你自己这个国家 明明是你隐匿疫情 明明是你造成你自己国家的人民重大的伤亡 明明全世界是被你来拖累 可他居然可以把责任先是要甩锅嫁祸给美国 后来想嫁祸给意大利 然后明明是你去全世界搜刮医疗物资 媒体还报道你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吗 因为全世界大家不晓得今年去年年底 今年1月2月时候 怎么欧洲日本各国口罩没了 呼吸机也被采买了 消毒药水防护衣 这些通通都被败买了 被中国买了 然后呢听说赚了5600亿 媒体有报道 5600亿 他隐匿疫情嫁祸别人 他搜刮医疗物资 但是摇身一变大赚其财还可以捐赠 还变成好像在做慈善事业 明明是他当疫情整个扩散 是有一种非常独裁的手段 封城封审封户伪 连解放军都出来 这是何等残忍 包括这次的筛检 中将我可以告诉你 残忍到什么地步 强制筛检 然后他们人民出来抗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说 第一也没什么安全距离 第二你知道吗 大家喷来喷去 对不对 你这样核酸这样筛检 然后乱搞一通 甚至于名牌都没有 你全部弄到一个纸袋里头去 谁晓得谁的 那他们说 你们让我们暴露感染的风险 一团混乱 一团混乱 也不知道是谁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配合 可是这就是共产国家 他还想输出他的模式 那个模式叫什么 他就是要告诉世界 中国人的伟大牺牲 我们的封城 我们的隔离 我们有效 我们降下来了 他要输出这个模式 因为他要输出这个模式的时候 对不起欧洲就这个 日本也很惨 美国也很惨 传统的强权 通通被他带散 就是有个台湾 闪闪发光 不用靠集权 不用靠这种强制的手段 对不对 对他们来讲如盲在背 对 所以全世界 以台湾的例子 其实应该是说 台湾的模式 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好 一个共产中国 一个他看不起的台湾 他认为是一个省的台湾 结果台湾的 我们的民主透明的方式 我们的问责机制 我们陈时中 每天这样记者会报告 活生生戳破了 他模式的不堪 与没有人权 你认为中国会受得了吗 所以才要炮轰陈时中 所以才要炮轰陈时中 他把陈时中说成说 是隐匿疫情 那我必须要很痛心的说 其实刚刚秦皇也有讲 我们过那些媒体 你记不记得陈时中 第一次在记者会 动录是什么时候 有媒体故意问他说 我们是不是故意 降低筛减 来让数字好看 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这不是跟中国同一个口径吗 一直在鼓吹要普筛 对 其实今天不是这样子吗 老实说普筛不是没有道理 但台湾有没有需要 台湾没有需要 普筛比如说像韩国 是因为那时候大秋非常严重 所以普筛一定从大秋先开始 因为他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并没有到处群聚式的社区感染 所以我们不需要到这样子 那也许学者专家曾经有讲过 就是说未来万一边境 你一定 台湾今天这么干净 是因为我们主角境外 那也许边境进来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边境进来 我要帮你普筛 这个也许有点道理 但全国的普筛没有这个道理 因此我必须要讲 今天中国一切 他有大内宣的需要 他安定民心 他有大外宣的需要 因为他输出他的模式 那更何况台湾的光芒 就是他的暗淡 台湾的成功就是他的失败 那这次又刚好碰上 520总统就职大跌 所以你看很罕见的国台办外交部 他们这些通通军方都出来讲话了 那这里面就感受他充分的压力 但是他叫得越凶 比方说他心里头空虚的很 对来来国中哥 现在看起来中国 包括世卫是完全站不住脚 特别是这个唐德赛他就说今天单日全球十点六万例 创下最高的这个确诊数目的记录 所以现在全球疫情非常严重 但是他还是继续说 要继续领导全球抗议 对不对 让他继续领导全球疫情更糟糕 不只是确诊创下最高纪录 死亡32万人 川普美国总统把他形容叫全球大屠杀 这个比战争都还恐怖 看中国的问题 看中国的事情 只有一个原则 你要反方向去看 就比较会准的 国台办发布这个声明 说明中国在两会结束以后 国台办一定会被清算的 里面一定会斗争的 你这样看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国台办这个声明 违缓了中国最核心的问题 中国已经核心定调 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台湾的这些卫生组织疫情 是由我们中国在照顾 妥善照顾 不需要再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他不是在讲完吗 那你国台办既然敢骂说 台湾你这个陈时中引力疫情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 世界卫生组织出来讲话了 如果说由中国妥善照顾的话 我们可能引力疫情吗 所以越讲越让人家 就表示说他们自己内部 已经出现很大争议了 国台办的问题一定很严重 尤其是武汉 自从武汉解封以后一大堆问题 早晚要被清算 尤其赵立坚 我看他的工作可能也不保 说不定还会被失踪 怎么讲他 今天川普 刚刚定理委员已经讲一段 现在川普他在 他的脸书上怎么发文 这下面这一段 公开骂 他说这个是全球大屠杀 中国有个疯子 刚发表声明 为病毒怪东怪西 就是不怪自己 现在疫情已经造成几十条人命死亡 几十万条人命死亡了 还没有一笔解释 这种大屠杀就是中国无能 就现在中国对这个东西没有回应 那美国要抓这个赵立坚开刀了 是不是通过了一个 通过了一个什么问责法 赵立坚就名列其中 他是讲哪一个人是疯子 不知道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问题已经显示 他内部一定很混乱 然后这个两会 最重要的两会 已经提前要减少四天半 七天就要结束了 开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东北的疫情 开始严重起来了 东北这次的疫情 黑龙江跟吉林省 发现说他们疫情 跟武汉的不一样 他们拖延的时间会更长 然后要恢复从阳性 要恢复治疗 要变成阴性的时间 也拉得更长 潜伏在人体更长 现在中国已经面对这个问题 你在里面在谈那个高调 两会在谈那个高调 什么加强什么问题 什么小康 要攻坚 都已经在中国人民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在施加压力 公开在呛呛大骂说 那世界卫生组织怎么办 昨天才决定 这个欧盟才决定说 不跟川普配合 打算说要独立调查中国的这个疫情 现在川普如果说美国不能加入的话 你们欧盟去调查或调查真的真相出来吗 不可能的嘛 所以现在只是在空中隔空喊话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他这样呛我们的陈时中的话 那全世界在赞美我们台湾疫情防疫的做得多好 那不是跟大家在畅缓调吗 对的确 佩芬姐怎么办 国台办内部的状况是不是非常危急了 所以必须用这种几乎是施格的这些遣词用字来泡红陈时中 其实国台办是当然会愤怒 因为他就点名陈时中 其实他真的不知道台湾现在防疫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陈时中是那个总指挥 但是有一个医生就跟我讲 他说他真的很称赞 那个团队像张上成还有那几个医生 那个才是最强的团队 然后台湾的能干就是说不像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是然后疫情来了手忙脚乱 台湾的能干真的成功的原因就是说疫情进来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防止住 你今天去挑陈时中骂根本没有道理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在世界卫生大会里面 习近平说要捐20亿美金 事实上他这一次是闯了大祸 全世界全部192个国家终终被卷入 就是中国大陆的闯的大祸 那你今天拿20亿出来是不是数罪的钱 对就数罪钱 但是事实上你说 100多个国家要求说去调查病源 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 中国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去阻止 因为事实上真的传遍了全世界190几个国家 那你说谭德赛他今天位置是不是稳固 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 他就去号召他的非洲同乡来支持他 54个国家终终支持他 他这一招也很厉害 这个人搞革命你知道共产党出身 他搞革命所以他非常懂这一套 那你说他是不是可以稳住他的位置 以目前来看欧洲的国家欧盟 显然也没有要把他干掉 川普是真的很愤怒 这是没错 在总统昨天520就职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 并且以总统称呼蔡英文 那中国的玻璃心就碎满地 包括中国的外交部国防部 还有国台办通通炮轰 20蔡英文总统风光就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 以总统相称 并重申美国在台北法下 护台驻台的各项努力 与台湾在这个区域有共同的愿景 要让所有人享有法治 透明繁荣与安全 双方在高度互信下 携手做共推台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美国国务院数十年来 第一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 国台办及国防部 齐身谴责 美方上述举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正告美方 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和支持台独 注定要失败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都会遭到中方有力的回击 蓬佩奥近来炮轰中国 隐匿疫情 导致武费全球大流行 还大赞台湾防疫友成 是值得世界效法的典范 力挺台湾参与WHA 不止中国官方眼红 中国网友也制作电玩 大酸蓬佩奥诚信不足 游戏中先批美国承诺的抗疫基金 没拿到 第二关再批蓬佩奥 指控中国没跟世界分享病毒讯息 遭谭德赛打脸 暗奉蓬佩奥谎话连篇 终将输掉这场美中角力战 中国官民大阵仗连番 攜手围攻 蓬佩奥挺台批钟 显然郑重对手要害 好 蔡总统昨天520就职 看起来中国是一路的崩溃 并且这个气炸当中 那特别蔡总统提到 不会接受你这个 一国两制矮化台湾 那同时国防事务加速发展 要用这不对称的战力来防卫 那我们看到中国从外交部 国防部 国台办通通炮轰 外交部的部分就说 反正这违反一中原则 国防部也出来讲了 他们的国防部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离部分 美方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他说危害中美两军发展 是非常错误 也非常危险 说这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又要文攻武嚇的呢 特别是昨天520 他们那边也推出了一个影片 上面就写着什么共军兵推 要在二十四小时一天之内解放台湾 亲皇怎么样看 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一中原则被拆穿 所以建设遭上去嘛 他其实象征的是台湾跟美国 关系的实质进展 然后让中国方面觉得盲刺在背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蔡总统 在这次就职演说里面 台湾提到了四十四次 中华民国提到了五次 那他也特别强调台湾人两千三百万人 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然后你也看到 这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呢 是发了推特 录了影片 在记者会里面 他讲的话 然后美国的白宫 副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博民 他也录了讲话 中文还讲得很好 然后来祝贺台湾 那么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对于中方来说呢 中国当然就认为说 在这里面 其实他也看到了 台美关系之间的进展 那更不用说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在总统的520就职的前几天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了台积电要到美国去设厂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当然也被高度认为说 美国认为台湾有这些高科技的项目 所以你到我这个美国来设厂 符合我美国要的国家安全利益 但是最先进的研发仍然在台湾 所以象征着相当某种程度上面 美国如果要保护这些研发 跟这些金脑袋的话 他要保护台湾 那么这样的进展 中国当然看在眼里 所以你也看到这一次呢 除了这个中国的国台办之外 他的外交部跟国防部都跳出来 那这里面其实让人家觉得 最有趣也最矛盾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讲法还在抨击美国说 哎呀你们这个讲的话呢 违反当初中美之间的那三份公报 三份文件 那在文件里面呢 各位去想一件事 中国去讲这件事 为什么可笑是因为 中国自己面对香港 跟英国之间的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自己都说 那是过时的文件 那已经不具任何意义了 你自己在面对国际文件 还放在联合国里面的 你中国自己都可以是这种态度 说不遵守就不遵守 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于信用这两个字 视若无误 结果你现在反过头来 然后跟美国说 你要遵守这个当初跟中国签的三份文件 不要忘了台湾跟美国之间还是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在里面 所以美国对于台湾的关系本来角色就不一样 那在这里面当然未来四年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外交博弈在里面 可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他要处理的是什么 他要处理的是从去年以来习近平自己所引爆的一连串的小粉红跟战狼的行径 这种战狼外交是习近平自己弄出来的 从中国的年轻人到网路上都可以看到 中国的网民看到只要是他们认为有意见的言论 这个叫台独他就呛瞎 那相关的这些所谓的粉红出征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 所以就变成说这已经演发出来中国的一个民族情绪在那个地方 所以也导致说面对这样的一股民族情绪 中国方面如果做的跟他们的情绪反应不一样的话 他们里面怕会出现其他的变化 所以你也看到就今天在这国防部外交部还有中国国台办 中国的三个部会做这么强硬的动作的前两天而已 中国自己推出了什么东西呢 开发大西北计划 这些血气一方钢太激动的年轻人 现在出来找不到工作的 怕到最后变社会烂烂言的 为了让他们的精力有个出口的地方 或者让他生计有个出口的地方 他们希望现在可以送他们到中国的西北部去办法去做开发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对于中国来讲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内部矛盾在累积在酝酿当中 那他一方面在对外的发言系统要符合这样的情绪 可是一方面他还是要把他能量悄悄的卸掉 要不然他自己的国家面对这个能量 他也怕他会爆炸 自己内部的压力其实非常大 我要请教竞平议员怎么样看待 现在包括中国方面这样子言辞炮轰 当然也跟美国有关系 特别是也推出了这样的所谓的 一天之内要解放台湾 怎么样看待 蓝英会不会看得胆战心惊呢 是不会啊 因为中国大陆的立场向来鲜明 对于这个蔡英文就职连任的典礼 还有他的谈话 他如果没有一些反应的话 那可能还会激起他们这个内部的一些攻击 或者是一些声音反弹 给对内交代就对了 所以刚因为刚有人讲说 就算是大内宣好了 所以不管是国台办或者是国防部 中国大陆国防部国台办 对于台湾我们这边有什么批评 对于蔡英文 他或是他谈话有什么批评 有什么立场 甚至做这些文宣影片 我觉得听一听就好了 两岸现在的关系啊 虽然不在于兵凶站围 但是互相放话互相挑衅 这也不是蔡英文和这个 民进党执政党想要见到 那中国大陆当然会有他的不满 他要宣泄 比如说他现在跟美国在对干 那美国因为现在从这个 不管是因为他自己也碰到 美国内部的总统大选的问题啊 所以庞贝奥跟这个川普 他一定要卯足全力 防疫只有一个定人 只有一个共同只有一个敌人 不是病毒 而是中国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美国也要打着中国 就是一个像以前冷战 抓着苏联打 现在已经没有冷战时期了 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当然是要抓着中国打 所以拉动台湾 围堵中国 以及围堵华为 都是一样的如出一策的部署 那现在中国大陆 因为他的解放军 他用这样的一个影片 就好像他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大外宣 或者是大内宣 对自己来宣传 自害用就对了 其实你可以讲自害 但是在他们的解读 他们立场的术语 叫做鼓励他们的士气 然后恫吓台湾或怎么样 但是台湾经过 从96年台湾飞当危机 到现在会有影响吗 其实不见得 我觉得就像我好朋友 施孝伟讲的 兵推或者是这个影片的公布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的确大陆有他的军事实力 这个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务视敌之不来 正式无由以待之 就像蔡英文昨天讲的说 一定要有那个战略武器 或者是不对称战略 这我也是认同 就像蝎子战略 真的要打不会说这样提醒你 但是台湾真的会这样子 好像呆呆站在原地让你打吗 我觉得也不可能 因为像王帝委 就在国防委员会 他也知道我们的军事 国防势力也不可能这样 那你真的要犯台 你真的要做什么 你一定会付出你惨痛的代价 跟一些牺牲的代价 你值不值得你这么做 还有背后我们这边 有一些美国啦 日本韩国 耿等这些国际的势力 所以评估说 在这边放话 我24小时解放你 我可以打你或怎么样 的确如果开战都不是好事 因为如果血流成河 或者是造成彼此的互相 这个战损伤害 我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好事 但是你真的嘴巴讲一讲 能够打得成啊 那两岸早就统一 或者是两岸彼此互相灭亡 来订阅委员怎么看 这种影片自害用 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 不是有中共这样 你就说什么几小时之内 然后下午在台北喝咖啡 我听过72小时 7天 14天 你要几个版本我都可以找给你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真的他们有能力 24小时就把我们结束了 不会得到明天 不用等到今天 昨天就打了 我要讲 没有人喜欢战争 但是面对战争 求取和平的正确态度 是来自于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能力 不是对方的慈悲 我印象很深 那个丘吉尔在那个电影里面 是让他的演说里面说着 永远不要跟狮子谈判 什么时候 你的头在他嘴巴里面的时候 当你的头在狮子的嘴巴里面 你去跟他谈判 能谈判出什么东西来吗 你没有球马了 对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先确认 我们在处理国家跟国家之间 特别是和平或者战和之间 有很多细致的处理 但在这些细致的处理之前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国防要弱化到失衡 战争就容易产生 就像当年的伊拉克跟科威特 第二个 国际的架构 已经是妥协了 亮绿灯了 战争也会发生 这两个是台湾很重要的命脉 所以你说看昨天 中国外交部 国台办 还有国防部 讲的话内容 我个人觉得还好 还好 因为跟以前一样 就是他那个套路 没有新的东西 老调重谈 也就是他不这样讲 我还会紧张你知道吗 因为他怎么不讲了 就是这个东西是基本的套路 而且还特别点出说 你们怎么可以叫蔡英文总统 你怎么可以说台美是伙伴关系 你这个怎么可以有 跟台湾的官方往来 我光看他写这些文字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 他们国内一定看不到 是专门讲给我们看的 因为如果他让中国里面 十几亿人看到这个 他们就会发现 什么全世界有47个国家 恭喜台湾有总统 台湾总统是一票票选出来的 然后美国跟台湾这么好 有军事往来 往来到中国国防部抗议 他如果让内部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中国人想不想投票 中国会不会觉得台湾 目前这个运作方式 好像面子也不小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可以体谅 中共这些国防部抗台湾外交部 不讲这些话